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那么就看这个老大爷 出这个拐杖 一个驼背 出这个拐杖 这那个大街大马路上 打打打打打打那个拐杖 再走 行走 你就觉得他说 哎呀 这个人怎么这一回事啊 脑子这大年龄呢八九十岁走不动呢 为什么不到家里呆着呢 为什么要出这个拐杖 到这个马路上走来走去呢 车多人员多万一 把他撞了一下怎么办呢 他不是不想到家里住 他家里住啊 哪个不想到家里住 他没办法在这出来 为什么这种人你总是看得到 枪支急救援的这种病人 你看看的多少啊 你这时候走到马路上没回遇 你不是听完课 你就回去走到马路上 故意都会碰到这个枪支急救援的这个老大爷或者老大娘 都会 特别老大爷最多了 因为百分之九十病人都是男病人 年轻是个男病人 开始的 一直到老年 化身的 你看三十岁开始滑闭 四十岁五十六十岁 到了三十年之后 就整个驼背 腰也伸不止了 就是那个典型的驼背机型 好了他马上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 因为强制的肌肉炎大家注意 跟其他的病不一样 跟其他病不一样 他不一样在哪儿 他是越睡越痛 越走漏活动后疼疼缓解 所以他不是不想到家里睡 而他到家里睡什么不走动不活动 这么痛得厉害 所以一般的这种风生疾病 其他的病大家都知道啊 怎么样啊 活动就痛 不活动 休息就缓解 但是这个强制技术也是跟大家相当相反的 他是越睡越休息越痛 活动之后病情缓解 有这样一个规律的 这种教育长要进行掌握的脾气病 只有他了 所以 我记得有一点研究证考试 专门考了这个尸体 是14年还是15年专门考了这个尸体 但是夏年哪一种风生病 在活动之后疼痛缓解 哪一种强制技术也 所以这是强制技术特殊的内心 这是他的特性 由于有这种特性 怎么样啊 由于这种特性 那么他就在外面走嘛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吧 这脑袋也很 哎呀 看得很 看到什么 眼睛都会笑 为什么 这么大年纪的老大爷 为什么他有儿女就对他不孝顺吗 他为什么要到外面走来走去呢 我告诉你 不是他儿女不孝顺 是他痛 在家里他痛 睡到也痛 所以你还可以看到他晚上扮演三根的睡到家里痛 痛到他没办法 怎么样啊 他扮演三根的爬来 然后他拐杖 找到个小医生走来走去 我告诉你 这不是他儿女不孝顺 这是个病情所知 睡 不活动 痛 活动之后 病情缓解 好了 大家注意 为什么他要回头背呢 因为他处于一个脊柱关节 这种病人长长早期累积的是 底下关节 哎 两边的底下关节啊 最享受的 底下关节 底下关节 到了最后呢 圆着底下关节 圆到二续了 哎 脊柱去了 圆着底下关节 那脊柱去了 脊柱一部活动 你看看 怎么样啊 当然就成了脱背了 是不是 所以他最开始就是底下关节痛 然后向上蔓延 蔓延到脊柱 脊柱导致脊柱的硬性改变 硬性改变之后 像那个柱 毛竹的结 一结一结的一样 你知道吗 竹节样改变 竹子的结吧 哎 竹节样改变 这就是他的特征 所以这种强制一股脊柱也很有特征 那么大家整大第四个就 应该抓住这种特征 第一个 他一般从年轻开始发病 年龄 他就是什么 年轻 三十岁 三十岁 二十大几岁 这种年轻一个是发病的 先跟上发病的时候是脊柱 底下关节 所以是髋关节疼痛 然后这蔓延到脊柱 蔓延到脊柱 所以碰到这种病死的 他要是什么 休息痛 活动不痛的 那么打自己抗力气 强制技术业 所以这种强制技术业 经常考到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抓住这种特点 抓住这种特点呢 搞定这个 谎言是字了 那么有这种特点 大家不忘记 那么这种题目就相对来说很简单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由于这种病人 首先累积了脊柱关节 所以他经常出这种题目 他说我明确诊的 那么下点患者 首先做的检查是什么 你做什么 检查脊柱关节嘛 检查脊柱关节最多的就是 检查脊柱关片 然后再连接地下关节CT片 再连接MRI片 那么大家想一想 加这个打箱既有CT片 既有核柱关片有MRI片 我说问你首显什么检查 最有价值的检查 你打什么 哪个最有意义 MRI嘛 看得最清楚嘛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CT嘛 在紧接着就是核柱关片嘛 所以只有核柱关片 你打核柱关片 假如他说为你最有价值的你打 低下关节的CT MRI 假如没有 MRI呢 打CT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打 低下关节片 低下关节CT 低下关节MRI的原因就这样 因为这大特点 鲜瘦类的就是低下关节 当然呢 已经累计到集中了 一寸驼背了 我刚才说了 你到路上一走 看着这种拐杖的 拿着拐杖 打打打打打打 在路上行走的 你看好像他被汽车化成一车祸的 那么这种老年人 特别是老年老头儿 那么大家说嘛 不闻鼻子都知道 大爷 你是强水脊柱炎吧 哎呀是啊 这一三四四年呢 这已经等到死了 我告诉你 那就是他典型的表现 他哪个典型表现 还要考你干什么呢 你老百姻一看都知道 强水脊柱炎是不是 不闻鼻子都知道 所以早期早期 一般都是考你这种内心 好了 在晚期的时候 累计脊柱 那么他就会看到 所有的脊柱都折身了 折身了折身了 就像一个什么 竹子一样 很高很高的一个竹子 假如把这个话长了 就很高很高的一个竹子 那叫竹子一样脊柱 所以看那竹子一样脊柱 拍片子出来了 那么这些特征性的改变 所以大家注意 从低下关键到最后 得及脊柱到这脊柱的 特征性改变 这都是强制于脊柱炎的 一些对你解体 有着用的一些临床表现 和病理特征 好了 我们再来看 以三年这个四季了 这个四季比较简单 脊柱颜柱炎上 主要改变的是什么病 主要改变的是什么病 哪些脊柱的 强制脊柱炎大问题 这就比较简单了 是不是 你假如掌握这种特征了 好了 继续 我们再来看病性化病机制 好了 我们跟大家说了 这种病人常常有遗传因素 90%以上的都跟遗传因素有关 那么它主要表现 HLA比27阳性 这种阳性率很高 高到是多少 高到90% HLA比27 大家注意了 由于它的阳性率比较高 HLA比294 那么大家只要看到这东西 马上就该想到 强制脊柱炎 也就是提示这个病人的滑边 跟遗传因素有关 那根据HLA就是比27高度相关 但是 大家注意了 尽管你的阳性率它的90%以上 但是 大家注意 一说但是 大家就是什么 跟大家考试这个经常英语出错的 但是 但是什么东西 但是 那么HLA确诊的时候不是首写 强制移基确确诊的时候不是首写 HLA比27确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经过研究 这个东西你们去教材上没有 5年的教材 8年的教材都没有 在哪儿 在广间是外科学上面 我专门去找了 因为他研究生考试 职业一直考试 天天考这个东西 但是书上也没讲 他总是 同学们总是讲过这个90% 你既然90%是阳性 那我肯定是什么 为了确认这个病人 想这些人 马上就来查你这个HLA比27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这个阳性的意义 还不如 我们找个骗阳性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研究 这是黄先生外科学专门讲过 他说虽然 大家注意 HLA比27的阳性 达到90% 缓过来 假如这个病人是HLA比27的阳性 最终有多少华站成为强症脊椎炎呢 只有10% 也就是说 大量90%的患者 那么他的阳性 跟我们强症脊椎炎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只有10%的有关系 你想一想 那么你还能够撤这个HLA是吧 也就是撤出来90% 都给你没有效果 所以大家注意 缓过来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90%患者 HLA阳性 但是 HLA阳性的病人 只有10% 最终华站成为强症脊椎炎 所以强症脊椎炎的诊断 不能来彻底HLA 所以这个关系 希望大家搞清楚 不是可逆的 所以大家错就错在这儿 经过这东西有一错 他就总在考 研究所也有人考 你们职业一次也有人考 考察他 他总是在这个地方处处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病因 第一个出来遗传因受之外 第二个就感染 各种病因的感染 包括什么 鲨鱼胭脂货菌 萨门菌 接上L性菌 这肠道病因菌感染 那么都可能急发 严正免疫的造成组织审伤 引起他发病 当然接着目前为止这个感染 都没考到过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情形 包括研究生都没考到过 你们就跟没有说了 你们的题目一般 比研究的题目要简单 那么更没考到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题目的 明创表现 豪华人群 我刚才说了 都是年轻人 20到30岁的年轻人 并且男性占90% 所以你到大线上看到的这种 强队肌肉炎的病人 一个拐杖 走来走去的 都是都是 基本上都是什么 老大爷 好 他的症状 早期表现为 双底下关节疼痛 表现为起关节 表现髋关节疼痛 最后表现下压部疼痛 背后痛 他最大的特点 我刚才已经说了 静止痛 休息痛 越休息越痛 晚上睡觉痛 但是活动之后 反而减轻 正因为这样 所以这种老大爷 就处着个拐杖 拼命的在大街上游戈 拼命的在小区里面游戈 拼命的跳广传舞 当然跳广传舞 他跳不到 别人跳 他会围着看 都是这样走来走去 好 他主要的就是关节肿痛 那么常常介于什么 下肢大关节 你比如说髋关节 膝关节 这关节走通 往往会首发症状 这种病人是非对签型关节 什么意思 就是一边有 你们也没有 跟我们讲到的 这种内风筑关节 对签型累积 小关节不一样 他是非对签型累积 大关节 所以大家就跟他对比着 就记住了 内风筑关节也是对比的 小关节 你比如说晚关节 长子关节 静单之间关节 那么这种强制脊型 会对签型累积大关节 这边有 髋关节 洗关节 这最大的关节 随着病情发展 那么这种病人 除了累积 低下宽节之外 再累积到哪儿 寄住 寄住的逐渐样改变 最后形成脱飞 假如这个病人形成脱飞 你看看 是不是把会议压缩了 会压缩了 那么这个病人 会寄出什么 限制性通缉功能障案 是不是 所以你家做会功能检查 这种病人 是典型的限制性通缉功能障案 驼背 引起的 好了 继续 我们再来看低下关节 低下关节 你检查的时候有压痛 这种病人低下关节活动 包括齐助力 前驱医后绳 侧外转动活动 都会受限 你家强烈的要求 这个病人转动 那么常常会引起 低下关节疼痛 好了 由于这种病人驼背 大家看看 一驼背之后 把会议受挤压 所以这种病人 胸口活动都会减低 低到2.5公分以下 整强距 一场大为零 什么叫整强距 整 就我们整骨 后脑勺上面整骨 后脑上面整骨 墙 就是你靠着墙 大家看看 就像这样 这个人一样 彼此站着 这墙靠着 所以你的背 靠着墙的时候 这个整啊 头后 假如你正常人 可以靠着墙后面 是不是 距离为零 就整强距离为零 就整骨跟墙的距离为零 当然假如这个病人是一个强距离研究 驼背的时候 你看看 驼背了 臀部 那么就把这个墙顶到了 那么 整部还能不能靠着墙 不能靠着墙 这就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就叫整墙距 这个距离常常是判断这个病人有没有驼背 或驼背的程度 所以你们说我跟整强距四公分 就证明他什么 臀部靠着墙后 那么这个后老骚 距 墙这个距离是四公分 我们正常人是零 只要是大于零的 那么就是也就是有一定距离 靠不上去的 那么这种病人叫整强距 因为异常 所以这我这就是他的整强距 主要用于判断驼背 所以在什么时候有 在晚期 这个病人驼背的时候整强距会增大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 这种特殊实验就是消毒实验 消毒实验 消毒实验主要是检查腰椎活动痘的 你不要看正常人腰椎活动痘很好 既可以前驱又可以后身 又可以承华又可以转动 那么腰椎活动痘很好 但是驼背的这种人 你看腰椎活动痘肯定不好嘛 他都显化了 也记住都是那逐渐要改变 当然不好 所以这种病人常常活动痘小于四公分 好了我们再来看四肢实验 四肢实验主要可以检查什么 低下关节的活动痘 低下关节活动痘 低下关节活动痘 就是因为这个腸椎基础员们 累积的就是低下关节 所以低下关节活动痘会减下 所以低下关节活动痘会减下 那么它四肢实验就会阳性 四肢实验还有一个阳性的 在外科学跟他讲的还有个什么呢 他讲 宽关节结合 是不是 宽关节的结合 那么可以 它也可以导致低下关节活动痘累 导致四肢实验阳性 所以大家注意了 四肢实验阳性 介于两个病 在内科介于乔治基础 在外科介于宽关节结合 所以一样看来快速实验阳性 马上就应该形成条件反射 就这两个病 所以大家印在脑袋之中 那么就马上 一看着这东西 一秒钟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是不是 好了继续 我们来看看 一系列这个四肢大家看 以慢性下腰痛 和下肢大关节的不对称 关节炎为特征的 临床表现的疾病是哪一个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累积下肢 会对称累积下肢大关节的 是哪一个 强制性脊柱炎是不是大为一 那么它也可以表现下肴痛 脊柱嘛 累积脊柱下肴痛 所以正确答案是一 像这种题目 它就是给你结果 然后要你打了大病名 好了继续 我们看护植检查 这种一年 强制性脊柱炎的护植检查 第一个 彻底血清中的RF 内部的关节 它是阴性 跟我们系统和办当上不一样 系统和办当上RF可以阳性 那么内部的关节 当然内部的因子 这个RF当然是阳性了 但是 强制性脊柱炎 它是阴性 第二个 HLA-B27 HLA-B27 我刚才已经跟他说过 患者 也就是这种强制脊柱炎患者 那么他的阳性率是90% 大家注意说 但是 缓过来说了 HLA阳性的患者中 最后 能够化身强制脊柱炎呢 只有10% 那么这个内容 大家注意了 你们说上指向了这个10% 90% 没有讲那个10% 根本讲出这个临床异议 在哪里讲 黄加斯外科学上面讲了 正因为这样 HLA-B27 而阳性的这些 阳性 阳性患者 这些10%的患者 最终成为强制脊柱炎 所以大家看看 能不能作为 正担依据 这个指标 不能作为正担依据 只能说明它 强制性脊柱炎的滑壁 与HLA-B27有关 不能说明 强制性脊柱炎 它的正担指标 有HLA-B27 所以 这个不作为正担指标 它的正担意义不大 好 HLA-B27 HLA-B27 我刚才说了拍哪里 拍两个地方 一个底下关节 一个底脊柱 那么底下关节在早期 那么这种病人常常有骨质疏松 关节间隙增大 在晚期呢 因为承受体重慢性 那么关节间隙也少 最后导致它的骨性融合 所以底下关节融合 所以你看 底下关节早期大 间隙大 晚期间隙小 这位的晚期 已经融合了 就没有间隙了 假如你拍脊柱片呢 那么点心的脊柱逐渐改变 当然这是晚期的表现 好 这是二光片 我们再来看CT CT 由于它不能显示 极水 骨水的水种的避免程度 所以不能用于早期诊断 所以它的凌创E要高于 X线片 低于MI 所以MI 你才能够 即能够确定这个底下关节的 骨水水种程度 又能看到它的骨髅破坏的情况 所以它能用于早期诊断 最有意义的就是它了 所以大家把这个指标啊 排给序 那么排个序的时候 对大家有好处 因为平时你就知道这个顺序 那么在打序的时候 你知道没有最佳答案 你就打次线答案 没有次线答案 就打三个 答案 没有第三个答案 就打四个 所以这样排个序 最有意义的 底下关节的诊断 强制就是最有意义的 MRI 赤字的CT 再赤字呢 X光片 最赤字呢 HRB27 所以HRB27 是对它诊断最没有意义的 出于什么第四位 所以就是1234 这个顺序 希望大家记一记 在考试这个 对大家有用的啊 所以我看到很多 辅助检查 我都给它标记一个顺序 1234 这就是给你在考试中间 答题的选择 也就是你先答这个题 答什么 答最佳答案 答1 没有1你答2 没有2打3 没有3打4 这样一个顺序 这样大家答题 就一个 就一个一种经验 因为我们教材上是没有排序的 没像我这样 21234排序的 我们教材上就是在屏幕仔细的 把你在所设计的这个检查 全部讲完 都是这样 不告诉你答案一样 顺序的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6年这个事情 大家再继续看 这病人是个男性病人 那么药尾部疼痛八年 唇息明显 活动后减轻 哎呀 刚才看到活动后减轻的 只有这个病了 只有强度肌肉炎 疼痛是活动后减轻的 其他的都是活动后压重 所以走到这 你不看后面 都知道了第一个答案 出来了答案1 第二个想 大家对确诊最有价值的检查 那么大家也出来了 什么 底下关键X线片 打B了 就不会 因为他们这里没有Ct嘛 底下关键Ct嘛 也没有底下关键MRI嘛 那么就打R光片 千万不打HRB27 7月1已经跟他说了 绝对不能打D 所以大家就什么 看到这什么 体能条件还是知道 知道他这个特性体征了 那么一看 提供部都完 都可以打出来 那你说是不是 你可以往后看嘛 近一个月的腰痛加重 估计累积急住了 活动受限 腰椎的前驱后身受限 这瘦布施业姚姓 我跟大家说过瘦布施业姚姓 这建议什么 强制技术研 双车施业姚姓 在内科医生出题 那么就考虑强制技术研 在外科医生出题 常常考虑什么 宽宽结核 是不是 也可以把它搞定吧 所以你看完 哦 对了 这个绝对打强制技术研 不会错 那么最有价值的检查 大家最容易错的 就是打D了 原因就是因为 你知道这个养性率90% 看这个90%了 OK 打他了 错 大家千万要注意 因为我们教材上 没有强细的养性 对准担没有意义 只是提示他滑边 跟他有关系 所以这个知识研 大家一定要明确啊 好 我们看诊断啊 这个诊断 这是1984年休月的 纽约标准 我们采用美国规则的 纽约标准 那么这个诊断 你说何老师你记不得住 我可以明确跟你说 我也记不住 你实际没被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截至目前为止 我告诉你 直接一次考识 助理一次考识 研究人考识 都没有 考到这个诊断标准 你何老师今年会不会考到 我不知道 今年他要考你 一部超纲 但是 像这种东西 谁背得到呢 考了这个你说 我要考个三级的 哎 关键阶系 真判或者狭窄 那是三级 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全国人民都不知道 全国的考识都不知道 那怕什么呢 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 大家都做不到 那个分数往下面降一分 是不是 所以呢 怕个什么呢 像这种知识点 除非你是要把这个 600分 搞成百分 搞个什么 587分 跟我们那个 很牛 最牛的一个同学一样 要考527 这种地方要记下来 否则你只想过关 考个400分 就过关 那OK 这种东西记不记 对的无所谓 所以看这种东西 使用没的东西 一般 考识比较少 好了 还是跟大家提一下 临床诊团标准 临床诊团标准就是一个临床表现 大家看 腰痛 唇疆 腰症活动多结一下 胸口活动多结一下 那么这是临床诊团标准 这一般的表现 那么换身诊团标准就是用 第一次关键 二次关片来进行分析诊断 0级正常的 1级可离的 2级 关键阶级正常的 3级的关键阶级正宽或者下载的 就不正常 4级呢 没有关键阶级的 强制4级 那么这诊团标准呢 肯定诊团 有一项 黄色性诊团标准 或一项 的临床诊团标准以上 那么这个病人就会确定 范子 那么就是可离诊团 这就是诊团标准 搞得很复杂 所以都是4级的东西 其实目前为止还好 都没考到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即使不知道这些诊团标准 那么你只要掌握 刚才讲的这些特点 那么记住一两项特点 那么这种题 考诊团的题 你绝对不会错 你看看男性22岁 一个22岁男性 那么拥有滑冰的 90%以上 都是什么 都是强队急助研 都是新的男性滑冰 下腰痛 指引累积急助了 好了 加重六个月 疼痛以夜间明显 有通行向下 什么东西 越休息越通的 越活动越不通的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怎么样 这典型的强制急助研的特点 好了 大家看 双车四肢事业遥行 出来了吧 我刚才跟他说 假日内科老师处于双车四肢事业遥行 你答强制急助研 假设你是外科老师处于四肢事业遥行 你答什么 宽管机结合 还有个特点 大家注意了 强制急助研一般都是双车 两车都受了 宽管机结合呢 一般都是单车 所以你可通过这双车单车 把宽管机结合给干掉 那么得出正确答案 就是个强制急助研 况起这个答案 想说没有宽管机结合啊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对 所以你一个你记住一个你都知道了 好这个病人血症症快 表示大了火症期 H2B27养性 那么提示这个病人的滑壁 跟一番业主有关 当然 鉴于强制急助研究 所以 个题目都完 那么这个答案也没错 因此正确答案答D 这个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你看我可以做的这个题目 我也背不到这个诊单标准 所以考试题目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很少用那个诊单标准来 实实的框住那个诊单标准的 那种很少 好我们看看质量 这条第一个 假设的病人不是痛得很厉害吗 关节痛得很厉害吗 好 用什么药 止痛药 回载体 抗炎止痛药 缓解关节沉痛 缓解着沉腔 增加关节的活动痘 那么没钱人就吃第一袋药 双流分山了 有钱人呢 就吃第二袋药 晒了西部 因为第二袋药 那么胃肠的缓影比较小 好 我们再来看看改变病情抗风式药 改变病情抗风式药 大家注意能够改造外周关节的肿痛 疼痛 大家注意看什么叫外周关节 对中周性无效 什么意思 一个强制脊柱炎的病人 假如是中周性 那么主要累积中周 那么是没有效果的 不能用改变病情抗风式药 那么这外周性呢 是最好的试音证 什么叫外周性 不能说中心 一个人的中周 你看看 你看到去中指的脊柱 所以假如这个病人只累积脊柱 这叫中周性 那么他问你哪个母校 你就答 改变病情抗风式药 假如是外周性 什么叫外周性 四肢 你看我这两个手啊 两个脚啊 这不是外周性吗 四肢 那么对外周性 这种强制脊柱炎 可以用改变病情抗风式药 手写药物 扭蛋黄必定 手写药物扭蛋黄必定 大家看看 这种经常考虑有经常错 你看 我就跟他用黄叶色表现出来吧 这是黄叶色表现出来的 我幻灯片上面 常常识 大家 要继续重点 也就是说 你表演 那么给你这个黄叶的东西 记住了 那么你也可以答题 是不是 好了 我扭蛋黄必定 这个是他的首先要 好了 我们再来看 TNF 就是总的患性性的健康剂 可以减轻疼痛 控制疾病的进展 这是他的有效药物 早期使用的时候 效果比较好 我们国家用的比较少 美国国家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国家 偶尔会涉及到 但是 常常考的药物 还不是他了 为什么在我们临床上用的比较少 因为刚刚进入临床 比较贵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糖皮脂基础 糖皮脂基础 大家注意了 一般不用 为什么 糖皮脂基础很多人他喜欢全身用 口服 那么 这个负责用太大 一般不用 急死要用 也要什么 局部用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急性的葡萄膜炎 肌肉性的炎症 那么我在局部跟他用点点点眼药水呀 搞点什么 局部注射呀 可以 但是不宜全身指用 所以不宜全身指用嘛 那有时候就考虑 像你拿下指甲是错误的 给予他强制 噗尔基松口服 那就是错误的 好了 大家注意了 累积的这种病人 累积的是哪 地下关节 髋关节 你这种大关节的时候 那么 假日表生残肺了 那怎么样 靠你做髋关节指犯 或者脊柱脱肺很厉害 他也想有咒俗的要求 可以 严重残疾这种病人 进行脊柱咬行 当然一般的病人 你看年龄又大了 他说我死就死了 就算了嘛 这个病是慢慢发展的 你说有个什么用呢 我就不做了 所以这种脊柱咬行 你看看 厨师年轻人 可以做手术 那个年老的人 你就让他来做手术 跟他免货做 他也不 不想这么吃这一刀了 他说等到死算了 都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 18年考虑这个死体 男三十一岁 双侧臀蚝交替性疼痛 九年余 健胆腰痛六年 疼痛主要化身在夜间 半有成疆 近三周来加重 夜间有痛醒现象 也就是白天都痛得好 夜间痛得厉害 我们跟大家在前面说过 有个什么疾病有这个特点呢 强制引起嘴炎 他有这个特点 晚上痛 白天不痛 白天活动又是个不痛 晚上睡觉又是个痛 所以他的疼痛的特点 跟我们大多数的这种 关键疼痛是相反的 大多的关键疼痛是吧 活动痛 休息有环节 但是强制引起嘴炎呢 刚刚跟他相反 晚上睡觉又是个不痛 白天的活动不痛 所以这种病人晚上的痛醒呢 总是一个人 出了个拐杖 我跟大家讲过 这出了个拐杖 他地上到处跑 白天呢 他在家里睡到痛 哎 他就到外面逛了 光穴台不痛 所以出了个拐杖 当当当像烹瓷一样的 在盖上流荡来流荡去 看得可怜兮兮的 走路都走不回 一个驼背 但是他就喜欢在外面走 为什么 他停下来睡觉的时候他痛啊 所以他这活动的时候才缓解 所以这是他的狗特特点 因此混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说怎么样啊 哎 OK 把强症挤住眼 强症挤住眼 我刚才说了 最豪华于哪儿 90%以上都是青年男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男 31岁青年男性 他最长累积的关节是哪儿 哎 低下关节 所以他有疼气疼痛 低下关节受累 之后在后期有什么累积脊柱 所以他有什么 腰椎活动 腰部疼痛 腰椎活动受限 并且四肢四肴 养性 是累积低下关节 这种病人大家注意了 一般的检查都是阴性的 但是有个独特的检查 他会阳性 阳性量很高 大概90%以上 那就是HLA-B27 所以最大的独特特点 HLA-B27 都是他独特特点 因此这个病人第一 豪华部位 先累积 低下关节 到着疼气疼痛 再累积脊柱到着腰椎疼痛 又是他的豪华人群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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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男性 又有HLA-B27 阳性 又有他的独特的临床特点 晚上痛 白天盘结 所以这个应该整能强制性器注意 所以第一个答案出来了 应该答1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腰椎椎管下车症 腰椎缘投出针 这两个症状都很相像 大家很熟悉 先有腰痛 再有腿痛 一个症状多 一个体症多 所以这两者之间 在健病症状的时候 我外科也跟大家讲 好了 腰椎肿瘤 显然不是嘛 假如一个肿瘤长了9年 你不着死了 你还可以动来动虚啊 所以这显然不是腰椎肿瘤 好了 内风是关节炎 累积的是小关节 对于累积的双手双指的小关节 所以显然不是内风是关节炎 所以这个答题 正确答应应该答1 强制抑制抑制炎 好了 第二问 大家再来看 最恰当的治疗是什么 这个病人最主要的就是疼痛 双手膝关节疼痛 跟他膝关节疼痛 不让你痛他 治住了不就好了吗 所以这个常常用非载体抗炎药来止痛 所以正确答应该答A 口服非载体抗炎药 骨骼手术 骨骼手术做不做 强制肌肿炎的时候很少做骨骼手术 除了是什么 到了绝对的晚期之后怎么样 矫正畸形 休息力量 越休息越痛 所以这种病人 你要么他休息他也不会休息 怎么样 到街上跑了跑去的 口服甲胺瘤 这是内风的关节炎 所以一般不永远治疗强制肌肌肿炎 骨骼肌肌肌肌� Til ratio 骨骼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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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用骨骼牵引用的比较少,所以不答应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是缓解疼痛的扣服